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滕月 第八十二集 原在先经后洗 没想到啊 会在秦政务本楼里又一次跟这家伙相见 他顾不得多想 大喊着把陈玄礼叫来 陈玄礼回过头 急吼吼的问他怎么回事 原在一指张小敬 就是他 炸楼的元凶就是他 我们静安司一直在找他 陈玄礼朝那边扫了一眼 他之前听过这个名字 似乎是原来的静安卫 然后不知怎么的呢 就被全程通缉 但是呢又很快取消了 不过这名字也只是让陈玄礼停了一刹 他对破案没兴趣 天子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 他正要继续前进 原在又叫道 这是重要的侵犯哪 将军你可先去 这是我来处置 陈玄礼能听不出来吗 这家伙就是在找借口 不想走 但是这个借口呢 冠冕堂皇 他也没法反驳 炸楼的凶手 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他也没心思多做口舌之便 只好冷哼一声带着其他人匆匆的冲向四楼 袁仔目送的陈玄礼他们离开 然后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到张晓静面前 他低头完美的笑了笑 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刀 这刀属于一位在入口殉职的龙武卫兵 是陈玄礼亲手捡起来交给袁仔 他不太习惯这种军中力气的重量 反复掂量了几下才拿闻 嚣张啊 接着嚣张啊 你在朝分家门口嚣张的时候 想没想过 报应来得这么快 袁仔晃着刀 对张晓静满是怨毒的说 那一次尿裤子的经历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他恨透了这头狂暴的五尊阎罗 张晓静紧闭着眼睛 对袁仔的声音毫无反应 生死不知 袁仔把刀尖对准了张晓静 开始缓缓用力 他已经盘算妥当了 这张晓静必须得死在秦政务本楼里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这不是出于什么仇怨的目的 这是出于利益考虑 他今晚辛苦不得局 只有张晓静一死 才算是彻底稳妥 袁仔现在深深体会到了 封大伦的心情 这家伙太危险了 只要他活着 就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他不死 实在是让人无法安心呢 张晓静啊 你做的恶事啊 足可以让朝廷 把古法里的灵池之行 都重新找回来 我现在杀了你 也是为你好啊 袁仔念叨着无关痛痒的废话 把执刀慢慢伸过去 他从来没有杀过人 略有紧张 所以运力不是很精准 那刀尖先挑开了外袍 对准心口 然后刺破了沾满乌烟的粗糙皮肤 立刻有鲜血涌出 这让袁仔吓了一跳 不由自主地后撤了一点 然后再一次进刀 这一次刀尖很稳 只削最后用一次力 便可以彻底的扎入心脏 但此时 袁仔突然感到 后脑勺一阵剧痛 眼前一黑 灯石晕倒过去 灯徒子 盘旗抛开手里的铜蟹牛烛台 踩过袁仔的身体 朝张晓静扑了过去 对于自己攀上灯楼顶端之后发生的事 张晓静的记忆有点模糊 他隐约记得 自己是靠在酸泥胯架上 在等着人生最后时刻的到来 眼前 五光十色 绚丽无比 开始张晓静以为 这是人死前产生的幻觉 但耳边 却总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呐喊 他的理智 虽然已经放弃了逃生 可内心 那一股子 桀骜坚韧的冲动 却从未真正服输 一直在努力 寻找着求生的可能 他努力睁开毒眼去分辨 终于发现 那是一大串五彩的薄纱 想必 这也是出自矛顺的设计 灯屋的灯火 透过他们 可以呈现出 更有层次感的光芒 此时 灯楼熊熊燃烧着 火焰聊天 而这些薄纱 则悬浮在半空 随着上升气流 舞动不休 他们是怎么固定在灯楼上的呢 张晓静抬起头 忽然发现 在他的头顶 十几条麻绳 皆固定于酸泥胯架之上 下端星散 分别牵向不同的方向 各色薄纱 则悬挂在麻绳之上 密密麻麻的 悬吊在灯楼四周 宛若春店 这个叫做千春绳 不过张晓静 不知道这个风雅的名字 自然也不关心 他关心的 则是绳子本身 通过短暂的观察 他发现 其中有一根 格外粗大的麻绳 绳子的这头 拴在酸泥的脖颈处 而另一端 则被携扯到 新庆宫的南城墙边缘 与蝶口固定在一起 远远看去 在城墙与楼顶之间 斜斜的牵起了一根粗线 一个求生的可能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浮现上来 于常是个很精细的人 这条粗绳 估计是他早早预留好撤退的路线 以便在启动最后的机关后 可以迅速离开 这条路线 不会是网楼下走 时间必然来不及 他的撤退通道 只能在上面 那么手段就剩下了一个 千春绳 沿着这根千春绳 滑离灯楼 这是最快的撤退方式 接下来的事情 张小静为时记不清楚了 他恍惚记得 自己挣扎着起身 攀上了胯架 全凭直觉 抓住了最粗的那根绳子 然后用一根 凌空飞舞的绢带 绑住双手 身子一摆 一下子滑离了灯楼顶端 他的身子飞快的 划过长安的夜空 离开灯楼 朝着新庆宫飞去 就在他即将抵达 新庆宫南城墙时 灯楼骤然炸裂开来 强烈的冲击波 让整条绳子剧烈摆动 紧接着 灯楼的上半截翻倒 砸向新庆宫 这个动作 彻底改变了绳子的走向 张晓静 本来双脚 已几乎踏上城墙 结果 又被呼的 扯起到半空 陪着大量的碎片 滚进了第三层 张晓静 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了 弹琪的面孔 弹琪的乌黑长发 东一柳 七一条的 散披在额前 脸颊上 沾满脏灰 那条水色短裙 残破不堪 有大大小小的灼动 裸露出 星星点点的白皙肌肤 可他此时 没有半点羞怯 身躯向前 抱住张晓静的脑袋 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 张晓静 嘴唇涅如 却说不出话来 弹琪环视左右 从瓦砾中 翻出了一个直壶 把里面的几滴残酒 滴进他的咽喉 张晓静 拼命张开嘴 用舌头承接 之前在灯楼里 他整个人 几乎快被烤干了 这时 有水滴入口 如饮干露 慢慢的 张晓静 恢复了一些神志 问弹琪 怎么跑这儿来了 弹琪也没想到 会在这儿 跟张晓静重逢 之前 他惹恼了太子 被护卫 从上原春宴脱离 暂时关在了 第三层 妖风堂的一处库房 这一层没有墙壁 所以库房的设计 是半沉到二层 当灯楼爆炸时 灼热的裂锋 席卷了整个妖风堂 这一层 都被蹂躏得极惨 唯独这个库房 勉强逃过一劫 谭琪听到库房外 那一片混乱 意识到 这是雀乐或多爆发 内心绝望到了极点 待到外面声音小了些 他推开已经 扭曲变形的房门 在烟尘弥漫中 跌跌撞撞 却不知该去何处 恰在此时 谭琪看到了 袁仔 正准备举刀杀人 他不认识袁仔 但立刻看到了 张小静的脸 情急之下 他举起一根沉重的 铜蟹牛高脚烛台 狠狠地对袁仔砸去 这才救下了 张小静的性命 听完谭琪的讲述 张小静转了转脖子 面露不解 你不是在平康里吗 怎么出现在了 秦政务本楼 他不问还好 一问 谭琪一直强行 靠意志绷紧的情绪兼臂 终于四散崩塌 他扑在他的胸膛之上 放声大哭 口中不断重复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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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自己 真是什么用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做好 终究 还是让 雀乐祸多复活了 枉费了公子 和登徒子的一番信任 别哭 别哭 到底怎么回事 张小静的语调僵硬 谭琪啜气着 把自己借太真之手 惊动天子的事 讲了一遍 张小静欣慰道 若非你在狱前这么一闹 让他们撤掉了全城通缉 只怕呀 我在朝分的门前 就已经被这个家伙给射杀了 所以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试图伸手去摸他的发际 不过一栋胳膊 牵动肌肉一阵生疼 可是 缺了祸都还是炸了 谭琪的眼泪把脏脸冲出了两道沟壑 刚才那一场混乱 给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静安斯同仁奔走这么久 却终究未能阻止这场袭击 强烈的挫败感 让谭琪陷入自我怀疑的流沙之中 难以拔出 张晓静虚弱地解释道 刚才那场爆炸 本来会死更多的人 幸亏有你啊 我早说过 你能做比端茶送水 更有意义的事 多少男子都不及你 谭琪勉强一笑 只当是张晓静在哄自己开心 他身上血迹斑斑 衣衫破烂不堪 简直难以想象 在谭琪被囚在 秦政务本楼的这段时间 他如何独自一人 面对那样艰难的局面 就算缺乐或多 真的被削弱了 那也一定是这个男人 前后奔走的功劳吧 张晓静挣扎了要起来 谭琪连忙搀扶着他 半坐在柱子旁 此时袁仔悠悠的行转过来 他揉着剧痛的后脑勺 抬起头来 直叮叮的看着这两个男女 发现砸自己的 居然是个婢女 不由得恼怒 哪里来的剑弊 竟敢串通张晓静这样的贼人 袭击静安思成 其实真正的静安思成是急温 袁仔这么说 是习惯性的 想扯张虎皮 哪里知道 这下可触动了 谭琪的逆临 兴眼一瞪 你这哼货 也配冒充静安思成 拿起铜珠台 又狠狠地砸了一下 这次力度 比刚才更重 砸中了大腿 袁仔不由地 发出了一声惨嚎 跌倒在地板上 谭琪 张晓静叫住他 无奈道 他确实是静安思的人 一听这话 谭琪扔开竹台 眼泪扑苏苏的落下来 连这种人都进了 静安思了 那岂不是说 公子已然无姓 袁仔一见 求生有戏 急忙高声道 在下与张都尉之间 或有误会啊 姑娘 张晓静盯着这个 宽阔额头的官僚 自己的窘迫处境 有一半都是拜他所赐 他沉着脸说 我之前提醒过你 兴庆功里有事 如今可算是应验了 袁仔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刚刚被这疯婆那 砸得生疼 他不敢再端起官架子 那既然如此 为何你还要杀我 袁仔心思转得极快 知道磕头求饶没用 索性一台脖子 那么多人都亲眼看到 都为你准备炸掉灯楼 纵然我一人相信 也没法服众啊 这句话很含糊 也很巧妙 既表示自己并无敌意 又暗示对方 动手是行事所迫 还隐隐地 反过来质疑张晓静的作为 张晓静知道他是误会了 可是这个解释起来 太费唇舌 如今局势紧迫 他没有时间给自己辩白 直接问道 外面现在什么情况了 袁仔值得一边揉着大腿 一边简单扼要的 讲了讲 勤政务本楼 遭人入侵 陈玄礼带队复原的事 张晓静紧皱着眉头 久久未能作声 他知道 除了缺乐祸多之外 萧贵还有另外的一手计划 没想到的是 这个计划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胆凶狠 居然一口气 杀到了玉前 这家伙的实力 虽然在大唐的对手里 根本排不上号 但无疑 是最接近成功的敌人 我得上去 张晓静挣扎了要起身 可他的身子一歪 差点没站住 刚才那一连串的剧斗和逃离 让他的体力和意志力 都消耗殆尽 浑身伤痛 状态极差 谭琪睁大了眼睛 连忙扶住张晓静的胳膊 颤声道 登徒子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 别再勉强自己了 张晓静摇摇头叹了口气 援军赶到 至少还得一百弹指之后 可萧归杀人 只要动一动指头 不是还有陈将军在吗 他总比你现在的 这个样子强吧 谭琪道 不知为何 他不想看到这个男人 再一次去搏命 一点也不想 哪怕楼上的天子 危在旦夕 他也只希望张晓静 能老老实实地躺在这里 陈轩礼是个好将军 可他不是萧归的对手 能阻止他的 只能是我 张晓静道 他再一次狠咬牙关 勉力支撑 先是半跪 然后用力一蹬 终于重新站立起来 脸上的神情疲惫至极 只有独眼 依旧透着凶悍的光芒 园仔 好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这家伙疯了 都伤成什么样子了 还要上楼 去阻止那伙 穷凶极恶的皮肤 园仔怎么算 也算不出 这个举动的价值何在 谭琪也不明白 路是我选的 我会走到底 一个嘶哑的声音 在妖风堂里响起 在废墟和跃动的火中 张晓静晃晃悠悠的 朝着楼上走去 他的身影异常虚弱 却也异常坚毅 直到这一刻 谭琪才彻底明白 为何公子会选他来做静安卫 公子的眼光 从来不会错 一想到李璧 谭琪心中一痛 忍不住又发出了一声啜泣 这个细微的声音 立刻被张晓静捕捉到了 他停下脚步 背对着他道 哦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家公子还活着 嗯 应该说至少 我见到是还活着 盘旗双目一闪 心中涌出了一线惊喜 不知为何 他强烈的感觉到 公子一定是被他所救 可他知道 现在不是追问细节之时 便犹豫地伸出手臂 从背后环抱住了张晓静 一股忧香 悄然钻入张晓静的鼻孔 让他不由自主地 想起在警教告解室里的 那片刻暧昧 谢谢你 谭琪低声道 李毕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从升平坊 赶到光德坊 横川六坊 北上四坊 居然只用了不到两刻的时间 以上元节的交通状况 这简直是一桩不可想象的任务 但好在游南至北游人见西 太上悬园灯楼的意外爆炸 在西边的万年县 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可在更远处 不明就里的老百姓们 只当他是一个漂亮的噱头 尤其是到了东边的长安县 大家该逛花灯还逛花灯 该去找吃事还在找吃事 完全没有意识到 朝堂之上 一场倾覆大唐的灾难 正在悄然发生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